嗨,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不够二十万粉丝却不再露脸的傲娇花姐 今天我们来看小伙获得一枚神奇戒指 扔出一个俄罗斯套娃,结果变成了五个大美女的搞笑科幻电影 你不是一个人 故事背景设定在不远的未来 告诉我们男主翟哥是一个非常悲测的婆媳小青年 从小父母双王的翟哥就十分的孤僻 长大后的翟哥每天除了加班,又是打打游戏,生活十分的单调 这一天被老板吵了犹豫的男主 正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他从广播里听说,政府将对单身人士开始征税 因为这些单身人士享受和其他人一样的资源 但他们的消费能力却十分的少 被测的是,翟哥就是一个苦逼的单身狗 他甚至连一个可以喝酒的朋友都没有 这天正在家里准备给自己过28岁生日的翟哥 突然遇到了保险推销员我们的女主安琪 女主告诉翟哥,他的父母在20年前 曾经在他们公司给他买了一份单身保险 如果男主在28岁还没有女朋友 那么保险公司将无常为翟哥提供一个女朋友 接着女主就从包包里掏出一个箱子 盒子里有一个奇怪的戒指 据女主介绍,这颗戒指是他们公司的新产品 只要戴着戒指扔东西 就可以把扔出去的东西变成一个女生 直到翟哥找到一个合适的女朋友 保险公司才会收回这枚戒指 就这样翟哥半信半疑的送走了女主 晚上正在泡澡的翟哥就开始研究起了这个戒指 突然他一个手滑,他手里的香皂就飞了出去 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飞出去的香皂居然真的变成一个女孩 不过和翟哥预想出的大美女不投 肥皂因为是刚开封的 所以是一个胖胖的女孩 这让翟哥对戒指的性能产生了质疑 因为肥皂女孩天生就爱干净 所以他眼里见不得一滴污渍 瞬间就把翟哥的污渍打扫得干干净净 看着肥嘟嘟的肥皂姐 翟哥只能郁闷地接受了她的存在 第二天一大早 翟哥就带着肥皂姐找到了女主 和女主吐槽起了昨天自己的遭遇 因为嫌弃肥皂姐胖嘟嘟的身材 翟哥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在保险单上签字 对于翟哥挑三浅四的要求 女主也很郁闷 无奈女主只能告诉翟哥 只要你把肥皂用完 那么肥皂你就会因此消失 为了可以快点消耗完肥皂姐 翟哥开始疯狂的洗澡 随着消耗的次数越来越多 肥皂姐也越来越苗条 最终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姐 带着如此美丽的女朋友 翟哥突然反应过来 再这样消耗下去 肥皂姐姐会消失了 为了可以永远的拥用肥皂姐 翟哥决定以后都不再洗澡了 结果这却引起了肥皂姐的不满 肥皂姐以为翟哥在外面有了沐浴露 不爱自己了 于是气愤的肥皂姐姐跑到了街上 很快就在大雨中 肥皂姐姐被消耗殆尽了 这让翟哥十分的郁闷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后 翟哥觉得不能再用消耗瓶了 于是他扔出了他饲养了多年的宠物金鱼 金鱼变成了一个萝莉金鱼小妹 果然翟哥还以为 这下自己总算找到真案了 结果两人一聊天 翟哥才发现 金鱼妹居然来自日本 两人压根就无法沟通 更肯定的是因为金鱼只有七秒钟的记忆 所以过一会儿他就会忘记翟哥 为了让金鱼妹可以想起自己 翟哥拿两人去过的地方制成了视频 让金鱼妹反复的观看 最终翟哥还是选择把金鱼妹变回了金鱼 女主对于翟哥的挑剔十分的郁闷 她询问翟哥 一个刚强有个性的女孩 说完翟哥看了看手里的西瓜刀 接着就把刀丢到了边上 随后西瓜刀就变成了一个高冷的女孩 刀妹 这次翟哥总算没失手了 刀妹不仅打架是个好手 还十分的冷酷 就在男主准备和刀妹好好发展一下感情时 她才从刀妹口中得知 原来刀妹是一个二手货 刀妹的梦中情人是上一个主人 所以翟哥无论如何也无法和她走到一起 最终无奈的翟哥只能把刀妹变回了原型 将刀妹回到了上一任主人手里 送走刀妹后 翟哥也开始方懵了 难道家里就没有她合适的对象吗 于是翟哥就开始疯狂的乱摔东西 一个俄罗斯套娃被丢出去后 居然一下子变成了五个俄罗斯大美女 接着她还丢出了仙人掌 变成了一个浑身试刺的仙人掌妹妹 最后扔了很多东西后 翟哥才发现 这些女人都不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接着她又丢出了自己的手机 结果让翟哥没想到 这次她总算没失望了 手机妹是一个很体贴的女孩 她几乎了解自己所有的一切 这样翟哥欣喜若狂 手机妹的体贴 很快就把她带入爱情的坟墓 甚至到了最后 她还把女主给她的戒指 当作求婚戒指送给了手机妹 但手机妹真的喜欢翟哥吗 其实翟哥想多了 手机妹不仅不喜欢她 甚至还十分的讨厌翟哥 得到戒指后 手机妹直接就和翟哥翻脸了 她又用戒指 把被翟哥冷漠的东西都变成了女人 然后大家就把翟哥绑在了床上 开始各种吐槽翟哥如何不爱惜自己 尤其是手机妹 她吐槽翟哥每天就知道打游戏 让她每天超负荷工作 年轻轻轻就变成了中年腹肌 接着手机妹就把翟哥改造成了一个机器人 让翟哥为自己制造统治世界的武器 而这边迟迟得不到翟哥答复的女主 终于得到了翟哥的回复 她总算完成自己人生中第一个保险订单 但女主在看到翟哥和手机妹的自拍后发现 最讨厌用美颜上机的翟哥居然用起了美颜 这样女主感觉隐隐有些不对 于是她就来到了翟哥的家里 结果就刚好撞见 翟哥被手机妹改造的事情 不过问题不大 因为女主自己也有一枚戒指 因为女主也参加了公司的保险 不过可惜目前她还没找到男朋友 接着女主就和手机妹来了一次开始狂摔东西 女主就换出了很多小弟 手机妹也召唤出了很多妹子 双方在仓库大打了800回合 最终还是女主更胜一筹 也不是女主有多厉害 而是手机妹打着打着就没电了 就这样一场单身闹剧终止了 电影的最后女主和翟哥走到了一起 两个人也成功脱单 女主不仅获得了爱情 还同时获得了两笔保险的提成 成功走向了人生巅峰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家里一定要多存几个俄罗斯套娃 这样你就可以创造一个民族了 那么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戒指 她在最想把什么东西变成人呢 好了 我是任何下二双粉奋斗的奥乔花姐 如果大家喜欢花姐的解说 可以关注一下花姐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